你 你好 欧阳呢 他出院了 你不知道吗 他什么时候出院的 今天一早办的出院手续 谢谢 我意思是 你不信任 好的 声音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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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 您好 我想问一下今天欧阳在吗 来了 刚才爱在那儿举铁了 是不是去休息室了 休息室在哪 在那边 谢谢 欧阳 你变态呀你 你说谁变态呢 你闯南庚医室 还说我变态 是什么南庚医室 为什么就休息室吗 休息室在那边 那边是南庚医室 明白吗 这能不能先把衣服穿上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呢 你能不能先把衣服穿上 问你话呢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呢 我打你电话你不接 上公司找你你又不在 我一猜你就在这儿 你这病根本好 你就跑这儿来做剧烈运动 万一他出手怎么办 欧阳 你现在 要不然就回家休息 要不然就去公司上班 这么大人了 怎么一点数都没有 那破译院呆得我 浑身都长毛了 你还不能让我出来活动活动啊 把眼睛睁开 我问你点正事 把眼睛睁开 把眼睛睁开了 我又救了你一次 你打算怎么报答我呀 你想干吗 我想吃你 做的牛角包 你还不赶紧把衣服穿上 你干吗 我还不赶紧把衣服穿上 等我啊 便宜 这小家小户的武装对象 不求什么大富大贵 我就是盼着小雅跟小哲 她们能够早点 重新归虞好 这小哲是我未来的女婿 其实在我心里 我早就是定下来的 帮我牵个面呗 我刚才在飞机上喝太多酒了 没控制住我自己 给你造成困扰了 对不起啊 直播外绑架了 需不需要帮你报警 一手交箱 一手交箱 来 我箱子拿来 我还没看见我的箱子 干什么 真的是你啊 我还想问你呢 你不会是一路跟踪我过来的吧 如果你爱我 你会来找我 你会知道我 想问你 你会知道我 你会知道我 有的我 我这辈子最初的记忆 是孤儿院 二楼 左边一属 碧过窗户 因为那个窗户 可以直接看到孤儿院的大门 我小的时候 就每天趴在那个窗户前面 看门来 就希望 每天我妈可以来 借我离开那个地方 你相信我们 能把这次活动做好是吗 我们一定能把这次活动做好 如果这个项目最终 没有呈现出最完美的效果 我欧阳 将立即从欧氏集团离职 你脑子坏掉了 要抢回项目 也不用说这么严重的话吧 如果确定我还相信你 相信我还有 你疯了 我之前答应过你 要帮你把发布会做好 所以我现在绝对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你 就这样放弃 你还爱她吗 好 我不知道我爸今天跟你说了什么 对不起 牛角包没吃成 饭也没吃成 你爸 好像希望我和你保持聚 改天再吃 改天再吃 和你保持编宝 做什么 对不起 不做什么 不做什么 你怎么办 对不起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都基一点还睡 赶紧起床 不是给我放假了吗 我們今天不用上哪 你有事啊 赶紧收拾行李 你不是给我放假了吗 我们今天不用上哪 晚上的飞机派你去巴黎工干 待会儿就等你一定好 不会发到你手机上 我这临时有点事就不跟你一块儿去 等你落地呢 我会把你的行程安排发给你 你是没睡醒吗 重复一遍我刚才跟你说的话 晚上飞机飞巴黎 我知道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公开任务十分艰巨 你一定要过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知道吗 你下来飞机告诉我 我会安排人开车坐你酒店 还有啊 飞机上一定不能喝酒 听见了吧 音乐 喂 欧阳 你知道我现在在哪吗 欧阳 是真的对于我太好了 我现在没有办法跟你形容我的心情 因为这一种蛋糕真的太美味了 我 我 真的在一起又完了 欧阳 你放心 虽然我林美雅这个人平时做事情吧 欧阳很靠谱 二八一的 但是我这个人有恩必保 欧是被我这么好 我这次一定拿出我非常所觉 把这次的工作完成好 你放心啊 我这回我一定靠谱 我非常靠谱 我不去靠谱 你就安排吧 你说 咱们什么时候建客户 现在 再 这蛋糕还挺好吃的吧 对不起 我 我不知道是你 你这玩笑看得也有点太过分了 怎么 一国他乡建固人 你不是应该热雷银矿吗 怎么变成货蛋糕了 别跟我提蛋糕的事 蛋糕的事我已经跟你道过歉了 我又不是故意的 我说呢一进门 又是蛋糕 又是总弄泡 房子也不是我住 还是你自己住 我要知道你把我骗的欧洲来 是为了来陪你打比赛 我才不会来 陪领导出差 也是你的工作职责之一啊 而且我们这次不仅是在法国 我们还要去巴塞罗那 罗马 还有泰国 骗子 我哪儿也不去 我要回国 好吗 如果你真的想回国 我现在就给你订机票 但是在此之前 我想跟你说几句话 这次巡回的比赛 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我在半年前就报名 而且我准备了很长时间 我就是希望 在我比赛的时候 能有一个人 是专门为我而来的 在我胜利的时候 他能为我欢呼 在我失败的时候 他能为我悲伤 我希望这个人是你 是专门的 喂 到赛场了吗 谁呢 我在酒店呢 这个时间你应该提早去赛场 做准备才对啊 酒店离赛场非常紧 我们一会儿过去了 放心吧 好吧 对了 我提醒你 第二场比赛的时间是十八号 十七号 你务必要赶到曼谷 千万别忘了啊 知道了 我又不是来旅游的 我误不了啊 还有啊 比赛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安全 安全第一 打不赢咱就认输 千万别死扛 得不偿失到时候受了重伤 这次还是一个人去的 是啊 一个人了 我一直不都是一个人了 你要说你什么好啊 这么专业的巡回比赛 你身边最起码得配一个 专业的恢复训团队 你要是找不着我可以给你组 你老人家总是这么咬碎的牙蛮干 总有一天得出事 行了行了 你就放心嘛啊 所有的团队我都在当地找好了 反正我先不跟你说了 跟比方赛给你打啊 好 哥 我去倒垃圾啦 一会儿 我就要去赛场热身了 你能不能陪我一起去啊 林妹啊 你能别晃了吗 晃得我都晕了 欧阳 你第一轮对战选手 是那个热门冠军啃 一会儿 快点 快点 一会儿 开始 了 你肯定要了 快点 别拳 太紧张了 有什么可紧张 我们要打负好几次了 我了解他 你赢过他吗 没有 是 但我是不是已经可以开始准备悲伤了 你就不能怕你让我好啊 我跟他的战绩是两次KO 两次TKO 但是你不能只看结果嘛 最后一次TKO 我可是跟他撑到了第二回吧 这说明随着比赛经验的增多 我可是在不断地进步 放心吧 我这次的目标 是跟他打满三回合 然后靠点数获胜 这次是 最后一次的目标 就会是 打满三回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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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